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英伟达去年9月发布40系的时候 除了4090 R4G 4080 16G 还有个4080 12G 当时定价是79等元 当然你从库大合金规格厂来看 虽然性能上应该和3090Ti是类似的 但是规格上应该叫4060Ti更合适一点 60Ti级别的显卡 你卖7000多少钱 有点夸张了 也许是遭遭的批评太多了 10月14号 EV就取消发布了4080 12G 说是搞了两个4080会让人弄混 命名不太正确 搞了你3080 不也有10G跟12G两个星号四 所以说现在就改名叫4070Ti重新退出了 官方的定价也降了点 卖到64就得远 这次我们就自费测试 弄了张应重体下的 滴滴盘客4070Ti X3W 看看这个新出的3星Ti到底如何吧 这张电竞盘客4070Ti的盒子 比之前的4080就小了很多 很多的4080让它直接套用4090的散热器 非常巨大 好多机箱都塞不进去 电竞盘客4070Ti X3W实测试长298mm 高104mm厚度43mm 基本上属于标准的双草了 显卡的正面是浅蓝色和白色的金属外壳 比自家的4080 4090的塑料外壳质感要耗很多 背板也是金属的很厚实 顶部的电源接口依然是12V的HIPOWER 配件附赠了一根16PIN转2×8PIN的转接线 考虑到这个卡的官方TGP是285W 两个8PIN肯定是够用了 个人觉得这张卡最大优点在于其体积 几乎标准的双槽厚度 标准的高度 健庸性杠杠的 另外我们会看到 艾尔莎和应众合作推出了一个40Ti的显卡 你把这个外观看 好像就会把外壳从白色换成黑色 简单的过一下规格 目前GPU-Z最新版已经能够识别到这个卡的信息了 Artisa 4070Ti的酷打单元为7680个 比4080少了20% 不过核心加速频率高一些为2610兆 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它的显存了 一个70Ti级别的显卡 它居然只给了192bit微宽的GDR6X 这样它的显存带宽就只有约504GB每秒 作为对比 307型态的显存带宽是608.3GB每秒 407型态还不如上一代多少丢卡了 不过为了补偿显存带宽的下降 这一代显卡的设计上大幅增加了二级缓存容量 也算是有事有得吧 测试平台是微星的Pro Z690A和DDR4 3600 C14 8G超的老平台 只是把CPU承计到了i7 1370KF 顺便换了个电源就是那个海运新出的 符合ATX3.0规范的电源 Vertex的丰瑞GX1200W 正12V出处1200W 80PLUS金牌10年至宝 但原生的12V High Power接口和接线 东西的做工用料肯定是不于担心的 质量杠杠的 但是长度稍微有些长了 有16厘米 而且这个像D-Low一样的进气口 使用时侯还是得注意 机箱不要去进一些奇怪的东西 显示器是Philip的27ME F5800 4K14Hz Nano IPS屏幕 4000包吨价格个人觉得还算不错 测试CPU一般使用1080P分辨率 测试显卡一般使用4G分辨率 主要的对比显卡是公版的3080 先顾问一下3DMark的理论性能跑分 4070Ti相比3080提升约23% 相比3090提升约7% 差不多就是3090Ti的水平 相比3090提升比较明显 2G分辨率下的Time Spy和Faststrike Stream 4G分辨率和光追基本没有太大差距 当然这个仅仅是理论跑分 还是仅供参考 实际游戏我们也跑了一下 分辨率是4K 驱动版本都是测试版的 527.62开启Resetable Bar 上来CSGO电话值的平均针不仅没有提升 还比3080低了一些 重新跑了几次也是如此 挺无语的 《彩虹6号》最高画质 DX11下最高提升也仅有9%左右 实际三绿质的提升也差不多10% 古墓丽影暗影和极限迅速地平线5的提升稍微好一些 最高画质下有个20%左右 这个游戏是实名召唤19 这个游戏最高画质下 4070Ti的表现也符合预期 平均高了22% 总共来看4070Ti在游戏内的提升 并没有理论跑分那么高 不太吃配置的游戏提升比较有限 比较吃线感游戏会提升多一点 但也就20%左右 差不多就是3090Ti的水平 接下来是散热测试 室温24度 裸飞台下单烤4MAG 2分钟以后的平均核心温度 76.6度 频率2270MHz左右 显存温度60度左右 频率2625MHz左右 热点温度有点高了 平均89.7度 最高都91度多了 功耗285W 风扇转出1800MHz左右 占控比50% 也基本没有什么噪音 12V的HyperWare接口40度不到 但是PCB的温度很高 最高有80多度了 说实话 一张三风扇的285W的双双卡 散热肯定没有之前体积巨大的4080盒 但是也基本符合盖板卡应有的散热水平 具体游戏中的话 大部分游戏都跑到了270W以上的功耗 很接近285W的TGP 核心频率可能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 虽然4070太太参数上的加速频率要比4080高一些 但是实际游戏的频率还是经常不如4080 只有2700MHz左右 此时的核心温度70度左右 另外一个不同于4080的地方是显存 可能是显存频率设计的比较低 或者是显存颗粒比较少的远过 显存温度其实还挺好看的 最高也才70度出头 总而来说这个卡的游戏池的核心 显存70多度的散热表现倒也还凑合了 符合它的尺寸 毕竟你看到那几个4080 490的显砖 头都大了 盖就盖一点嘛 但至少兼容性好 不用太挑机箱 回到这张卡的定价我们总结一下 说实话 目前的高端显卡市场 NV是一家独大的 你不要跟我杠什么 A卡的叉扎卡吊打某N卡 什么买N卡的某某卡都是智商费 就这种纯看跑分的云言论 A卡的热点高峰问题 驱动的稳定性 游戏的优化 包括很多的软件插件 它只是NV的CUDA 都是A卡目前还绕不过去的卡 30系的高端显卡提供以后 5000元以上的价位 基本就只有1万左右的4080可以买了 4070Ti定个6000多 正好填补了这个价格区间 其实也不愁卖 倒还觉得定价有点贵了 你至少之前的3080 你还做个样子去卖5499 4070Ti也就比3080强个20%左右 4070Ti的价格相比两年半前发布的 3080手法价格提升20% 那你这两年不都白过了 英特尔牙膏都从10代几到10代代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4070Ti卖个4999是合理的 不过没办法 4090相比3090的性能提升太大了 那人家NV就这么定价了 你爱买不买吧 不过至少令人欣慰点的是 4070Ti的手法供货 不就是像4080一样 上来就缺货涨价 甚至感觉后面4070Ti还有降价的可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要看我们测试的一次会去购买4070Ti的 欢迎留言答应给我们的交流 如果关注我们的那个请标 还可以点赞应用 就居然Youtube 你也点赞应用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源的话 可以跟我们游戏公众号 传扬客系大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淘汰店铺潮网图数码 或者偷偷装品传扬客 这里是传扬客 我是健康 再见 拜拜